维生男孩子自爆每天喝碱水,导致身体发福不成让,钟立提竟说:"我愿意。 现在这个时代大家都知道大多数都喜欢比自己小很多的女孩子,比如大家熟知的,刘强东和奶茶未美这是多少男孩子心中的梦想啊。 同样姐弟恋在桂圈发展的趋势也很明显,钟立提和张伦舍夫妇相差12岁,小两口相处起来丝毫不受年龄的代沟,时不时还秀温爱,在他们身上充满了满满的荷尔蒙气息。 在结婚之前钟立提就已有三个漂亮的女孩子了,这次也算是顶住外人和孩子的压力结婚,外界的言论也给自己带来了不少的苦恼, 网友,这样都能在一起,不单单是为了幸福生活吧。 当然她自己也担心结婚后三个孩子是否能够和丈夫相处得来,各种问题浮现。 事实证明,到现在在一起一年多的时间了,三个女孩子和张伦树相处得很好,特别是带爸爸去哪儿带上女孩子把一个父亲的角色给我们诠释得淋漓精致,是一个标准的好爸爸。 要是放在我们的生活圈中,这种事情父母是不可能同意的,钟立提也能够体谅张伦树心中的想法,为了得到丈夫的信奈也想做点什么。 近日,钟立提在《耐死爸妈》的节目环节上就表示自己将会再生,继续爱妈旁列的前行,紧紧握住拳头,我不会停下来,我还要继续生呢。 在节目中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钟立提大叫,你的手摸了我能生儿子吗? 然后就坐不住了联盟使劲拉住观众的手,紧紧地贴住肚脐,看住表情十分期待接下来的日子,盼住生儿子。 自己还抱出为了生儿子,肉也很少吃,每天还会多喝些带减水来增生儿子的几率,作为一个母亲想要孩子的心情能够理解,作为长远的打算和自己高龄的身体还是算了吧。 大家对于钟立提的做法有什么看法呢?钟立提夫妇会相守钟老吗? 钟立提,香港女演员,于加拿大蒙特楼出生,为钟月混血儿,母亲是越南人。 钟立提,于加拿大魁北克大学毕业,助修行销,精通五种语言。 其后到香港参选1993年度国际华裔小姐得到冠军而入行,夫婿为演员张伦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